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片 我们现在看五个单字 它怎么都是常用字 实用的常用字 它的英文怎么发音 athlet athlet 它是大卷舌 然后这个呢 它是死 它本身不发音 要跟着其他的母音才发音 ath 它其实是舌头夹在上下牙齿中间 有点死 ath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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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不好发 然后atlantic atlantic 就大西洋 它也可以是名词也可以 也是形容词都可以 又有人念at都可以 atlantic 又是大卷舌 蝴蝶音 所以这个A的字母呢 它发这个ad 大卷舌最多 其次是那个中卷舌 atlantic atlantic 大西洋 或大西洋的 那么说 大气层呢 atmosphere atmosphere 又是大卷舌 ad at atmos 这个fear 这个叫短音带呃的音 fear fear 就轻轻念 那r是什么东西 很奇怪 就是鹅 鹅的一半 它伴母婴 一般是那个鹅 像这种的鹅 但它有一半而已 在伴母婴 像这种都叫母婴嘛 这个大卷舌 那种鹅 都是母婴 但是r呢 就卷一半 所以这个是atmosphere 后面轻轻戴一下就可以 它不是fear 它是fear atmosphere 那么说原子的atom 又是大卷舌 你看几乎70%都是大卷舌了 atom atom 所以你不会发这蝴蝶音 那怎么办呢 那你a的部分 七层都挂掉了 atom 你看又来了 都是大卷舌 我们说绑在什么旁边 负在什么旁边 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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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卷舌 好 我们再念一遍 运动员 athlete athlete 大西洋或大西洋的 atlantic atlantic 大气层 atmosphere atmosphere 原子呢 当然它也是很小 很小也可以 就微粒 非常小粒子 atom atom 那负在旁边呢 负上 绑上 系上 都是attach attach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 增加程度 了解一下 这个 如果有机会 跟别人解释 运动员呢 a person 一个人 who is trained in or good at sports 他是被训练呢 或者是他的专场 他什么地方很强 good 在运动方面 或者game 这个 这个倒不一定是游戏 不一定是打手游 就是game 在一些 一些那个 一些 都是跟体育的有关 或者一些游戏 但是不是用手机 那种游戏 是真的要用体力的 那种游戏 就是运动啦 游戏啦 或者操练 一种体操啦 等等的 that requires physical skill 那需要一些身体的 physical就是身体的 一些技巧 还有strength 力量 这是运动员 a person who trained in or good at sports games or exercises that require physical skill and strength 那你如果能够把这个 这些话 解释给小孩子听啊 或者英文程度比你差的啊 甚至跟老外呢 那就是一个基本表达能力就有 那我们看例句 estl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join this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就是呢 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呢 都会来参加这一次田径 田径就track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那什么叫 但是田径跟英文 我们中文跟英文是颠倒过来 它是静田 what is track track就是像唱片啦 一圈一圈的 所以我们跑步呢 常常那个几百米赛跑 一圈一圈 我们叫竞赛 竞嘛 就像那个 竞就是 跑步 一圈一圈 那种跑步 所以我们说田径 它刚好是竞田 那field就跳高啦 跳远啊 直千球那种 什么叫田赛跟竞赛 合称田径 跑步有一圈一圈的 叫竞赛 田赛 不用跑步的 直标枪 直千球 跳高 跳高等等 所以叫田径 它的来源是这样 field就是你在一个场地吗 track是一圈一圈 像唱片一圈一圈的吗 field就没有啊 没有一圈一圈 就是在一个场地呢 在上面 投那个圈球 什么标枪等等 所以这样过来 competition Atla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ould join the track in the field competition Atlantic Ocean separating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from Europe and Africa 就是呢 分割 我们说北美跟 南美就是美洲大陆 那separate from 你不要说separate and 就是南美跟北美呢 它跟谁来分割呢 separate from 跟欧洲 还有非洲 因为其实欧洲跟非洲很近啊 非洲就是欧洲左下角 那中间隔个大西洋 所以欧洲跟非洲 就是大西洋的 右边 那美国就大西洋的 左边 那可是跟亚洲 又刚好相反了 那美国跟亚洲 又隔个太平洋了 那美国就是 太平洋的右边了 那中国呢 台湾呢 日本 我们叫东亚 我们又是太平洋的左边 所以这里 你看这个世界地图 有机会你看看 我们看看 Ocean separating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from Europe and Africa 我们看例子 A canoe roll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s beyond imagination 就是一个独木舟呢 如果你滑 可以滑穿越 你说那个什么 轮船啊 什么汽艇啊 游艇 渡大西洋 是有可能 只是时间要多滑一点 它上面可以有东西吃嘛 有很多设备 可是你说独木舟 A canoe 它如果可以滑越 大西洋 那是超越想象 所以beyond 就是在什么之上 在想象之上就是 或者我们可以说 above 我们也可以写 is above imagination 跟beyond都可以 这不可以想象 不可能啊 你光是吃 除非有补给船 不然的话 那你一个人滑 也类似 独木舟一个人 所以你体力也不够 你也没带 足够吃的 喝的 上面就是有限 所以就是穿越了 不太可能 那大气层呢 the whole mass of air 就是空气 就是mass 就是很多量 大量的 一大团的空气 一大堆的空气 就surrounds the earth 包围地球 包围地球外面的那些 空气也是有质量 也很重 重的要命 那质量最重要是固体 那其实是液体 那水其实也很重 但是空气也是有质量 都有质量 只要是分子 当然原子最小 组成都有质量 只是说质量 它密度不一样 所以围绕地球的那些 一大堆的这个空气 当然空气有很多种 很多种不同的空气 不同的气 组合成空气 所以呢 像我们常常有人讲错 就是譬如说那个潜水人员 他背那个罐子 到海里可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有人就把它翻译成氧气瓶 它不是氧气瓶 它全部的氧气那还得了 那没办法 而且那个氧气是很容易着火的 很不稳定 它叫空气瓶 它叫空气瓶 它混合空气啊 它是给你呼吸空气 你人如果把其他拿掉 只呼吸氧也不行 那顶多是加护病房 养的比例高而已 所以那个不叫氧气筒 要错的 那叫空气瓶 然后Atom 就是原子 The smallest particle of substance 就最小的 最小粒子 那当然其实更小了 像那个跨客啦 跨客那些 发现更小的多了 这是一般传统家 教科书是这样子 下面的小东西还多得很 这最小的分子呢 这个particle粒子呢 一个物质最小粒子 That can exist by self 可以自己单独存在 那跨客也可以 单独存在啊 微中子啊 也都可以啊 Will be combined with all the atoms 也可以其他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呢 就变成原子 原子再混合一起 就变成我们的物质 混在一起呢 跟其他原子混在一起 To form a molecule 就变成一个分子 molecule就分子 然后另外一个意思 A very small amount something 就是 是数量很少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它是原子 但它也可以当数量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给你一块钱 那拜托一块钱能干嘛呢 几乎没有 the smallest particle of substance that can exist by itself will be combined with all the atoms to form a molecule 就这个意思 或者是 a very small amount of something 我们看例子 What he said is not even an atom of truth 那他所说的话呢 连一点点 最细小一点点真实 就蛮口谎言 胡说八道 全部鬼话 全部讲话 一点真的都没有 What he said is not even an atom of truth attach 绑在旁边 附在上面 就是to fasten or join one thing to another 就是绑起来 或者放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跟另外一个东西放在一起 to fasten or join one thing to another 看例句 I attach my photo to the file with a paper clip I attach my photo to the file with a paper clip 就是我把我的照片呢 附在这个档案的上面 然后用with 用一个回问针 附在上面 那我们再把这五句念一下 那我们就是熟悉一下 这些字的正确美语发音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join this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join this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大西洋或大西洋的 A canoe road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s beyond imagination A canoe road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s beyond imagination atmosphere 它的意思是 The whole mass of air that surrounds the earth 例句就是 Did you factory 刚才没有讲到 Digi factory release poisonous gases into the atmosphere 那你的工厂 那你的工厂是不是release是不是放出了排放了 有毒的 也可以用toxic 也可以 有毒的gases 我们习惯各种气体嘛 这气体本身是不可数啊 可是有原则不有例外 它如果是 各种气体 就用yes 排放到大气层 你有没有排放 飞机 Did your factory release poisonous gases into the atmosphere Atom 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 The smallest particle of a substance Substance That can exist by the self Or be combined with other atoms To form a molecule 或者是 A very small amount Or something Li Juna What is said Is not been Not even An atom of truth What is said Is not even An atom of truth 那最后一个 绑上去 The意思是 To fasten Or join One thing to another Li Juna I attach my photo To the fire With a paper clip I attach my photo To the fire With a paper clip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个 搜寻一下 参考一下 那这一集 我们又认识五个 单字 常用字 实用字 它的正确的美语发音 这一集讲到这里